凡事欲则利,不欲则废 谈判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谈判是一门求双赢的艺术 纸上谈兵不是真本事 运筹帷幄才算真英雄 有血有肉的谈判课 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荣 我带您决胜千名 大家好,我是刘碧荣 从现在开始 欢迎您进入和风谈判的研究殿堂 我之所以把我的课程叫做和风谈判 因为我希望透过谈判的学习 能让大地吹起一阵和许春风 使所有冲突都像和风细雨一样轻松解决 我也取王羲之《蓝亭集序》中的字 是日夜天朗气清 汇与风合唱 所以欢迎您加入和风的行列 今天第一讲 我们来谈到谈判前的思考 谈判的人和事 我们希望有双赢谈判 可是每一个谈判 你都要先想清楚 我到底要谈些什么东西 你以为这题目很容易 其实这非常难 我们真的想不出来 有时候谈着谈着我就忘掉 我到底要谈些什么东西 以前美国管理学者德鲁克 他的成名作 人家有一个人跑来问德鲁克 就问他说 问他一个问题 德鲁克说 在我回答你问题之前 我先问你 你想要什么 What do you want 想不出来 再问你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 还是想不出来 就问了几遍 What do you want 他说 知道了 谢谢 德鲁克一句成名 其实靠的就是 What do you want 你以为这题目很容易 我们真的不晓得 比如说我们今天在谈判的时候 我们商业谈判 我到底要市场呢 我还是要利润 有的时候我可能 把我的价格降得比较低 那我为了抢市场 可是市场逐渐累积 市场的铺盖率不断增加之后 如果没有利润呢 有没有一个停损点 中间是什么样的一个黄金交叉点 你是要市场还在利润 这大的就涉及到 你的商业模式的问题了 对不对 可是如果不谈那么大 谈小一点的话呢 如果我今天真的要谈判 我要成就一个单子 那我到底这一单呢 我是要交期呢 我是要规格呢 我是要价格呢 我还是要付款 哪一个比较重要 有人讲说 老师我每个都要 我常讲每个都要 如果每个都要得到的话 你真那么牛的话 你就不要谈判了嘛 你下命令就好嘛 就是你要不到嘛 那如果要不到的话 那你势必到时候得放掉哪一个嘛 放哪一个嘛 你放掉哪一个 那就表示谈判桌上的东西 它不是一样大的嘛 我们常讲谈判的原则 抓大放小 对不对 你要放掉一些 抓一些 所以表示它有大小嘛 你一定要先付大小 所以我们常讲谈判桌上的题目呢 或者谈的事情呢 你最大的非要不可的叫Must 可要可不要的叫Want 我想要 它不是必要 但是呢 我可以放出去买交情的 那叫做Give 所以你要分出来 Must Want Give 然后我才晓得我怎么再换嘛 然后接着我在想 如果我要得到的目的 我得跟谁谈呢 比如说 我今天是卖房 我是假 我东西想卖一百块 我是卖给乙呢 卖给饼呢 还是卖给丁 如果乙愿意出一百 丙子愿意出八十 丁出六十 那我当然卖给乙嘛 可是如果乙愿意出一百 丙也愿意出一百 丁也愿意出一百 那我卖谁没什么差别啊 所以丙和丁 就叫做我的退路 那我有退路 我就不会受到乙所勒索 对不对 所以我看呢 我到底卖谁 或者呢 我跟一家公司里面谈判 我是接触谁呢 我接触采购吗 我接触他的IT吗 还是我接触他的一个财务 或者哪个副总呢 也就是人家公司里面 以一 以二 以三 我到底接触谁呢 但这个问题 其实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我接触谁 其实就是告诉你说 人家里面的人要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要不一样的 所以每一个人 他要的东西不一样 我们是跟这个人谈 不是跟这个公司谈 这你千万要记得 这个人跟公司 他的立场不是南辕北策 但是肯定不是百分之百重叠 那有的时候跟谁谈 也可能借力使力 比如说我今天应该跟丙谈 我是假 可是我对丙完全没有筹码 我发现乙可以影响丙 而我对乙有筹码 我可不可以透过乙去打饼呢 对不对 后边就是在一个公司里面 我理论上为跟乙二谈 可是我对乙二没有筹码 我可以透过乙一呢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跟采购 采购很凶 可是乙一它是IT 或者它使用单位 它非常想要这个东西 于是我可不可以透过它 提供足够的资讯给乙一 让乙一帮我去影响乙二呢 但是这个里面 有一个分寸要拿捏 不要玩得太过 玩得太过 我怕你陷得太深 绞入人家冲突了 结果人家一妥协一和解了 我们自己被牺牲掉 可是找到谁来谈以后 还有很重要的关键呢 我们学会了 但怎么落地呢 我希望跟他谈 他为什么理我 对不对 人家根本跟我们谈 其实都跟成本效益有关 跟我谈他得什么 不跟我谈他损失什么 得叫做效益 这是一个拉力 把它往桌上拉 不跟我谈的成本 这叫做推力 把它往桌上推 一推一拉中间 创造谈判的条件 所以你要跟人家谈 你要不然增加他不谈的成本 不然增加他谈的效益 可是不谈的成本 跟谈的效益 那都需要你有筹码 没有筹码 一切都是白奖 所以下一讲 我们带各位看 到底什么叫做谈判的筹码 这是一场有谋略的脱口秀 这是一张有玄机的谈判桌 我是刘碧蓉 我们下期再见